李广他号称飞将军 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人 他一生与匈奴作战七十一场 终其一生为了封侯 以自杀的方式向人生做了泄物 给后人留下了李广南风的感慨 那么李广为什么终生不得封侯呢 他又为什么以自杀的方式作为人生的结束 进行关注王力云读史记 汉无地址李广南风 在汉无地对匈奴作战的四十四年中 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将领 像贵清获取病人 他们可以说是绝代双交 他们的战功成就了他们的遗世英明 可以说他们是幸运人 但同时还有一个人 达了一辈子战功 却终其一生为得封侯 这个人就是李广 李广从文帝朝一直打到汉无地时期 几乎打了半个世纪 最后却自吻于江长 那么李广为什么自杀 他又为什么终其一生不得封侯呢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做客白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王力群读史记》 汉无地址 李广南风 袁寿四年 汉无地罚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匈奴作战 这个在历史上称作为摩北决战 这一场战役汉无地是举全国之力 他派了两个人 一个是魏清 一个是获取病 各带五万军队 就动员了十万精锐的骑兵 魏清这次出征 他的前将军 也就是先锋官 就是李广 李广担任魏清的前将军 但是魏清在决战的前夕 抓到了一个俘楼 而且从俘楼的嘴里边 了解到匈奴参与的具体的位置 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 因为在汉雄作战中间 最大的一个困惑 就是在茫茫戈壁 在浩瀚的草原之上 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匈奴的骑兵 所以在那个冷兵器时代 你要能找到禅渝的位置 这个仗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打赢了 但是在魏清了解到 匈奴禅渝的具体位置以后 魏清突然下一道军令 把担任前将军的李广 调走 调到右路军区 和右将军赵仪基会合 走右路 这个右路要转一个大圈 路很远 路上又没有水草 这是魏清下的死命令 李广不得不服从 他把这个李广调走以后 他安排了自己的一个亲信 叫公松敖 我们如果听过前面几集就知道 公松敖可是魏清的恩人 当年公松敖在魏清 刚入宫被这个斗太主抓起来要杀的时候 就是公松敖带人把这个魏清给救出来的 所以魏清在调走李广以后 把公松敖调过去做前将军 然后魏清进军和匈奴禅于正面发生冲撞 魏清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摩北决战 但是摩北决战的胜利 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就是原来的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一基的部队 由于没有想到迷失的道路 误了和大将军魏清会合的期限 按照汉代的军法规定 误期荡战 那是死罪 所以魏清给李广重新会合以后 魏清就派人去向李广了解这个迷失道路的情况 准备好向汉武帝报告 李广拒绝回答 李广不愿意去回答 魏清看李广拒绝回答 就下令让李广到大帐中间去做笔录 路口供 李广非常悲愤 他自己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 他说我一生打了七十余仗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而且我只有这一次机会 是和匈奴的缠鱼直接对阵 但是大将军把我标到右路 又迷失了道路 这是天意吗 我的将士没有错 错都在我自己 说完以后 李广就抽刀自吻自杀了 李广自杀的这一年 是汉武帝的元寿四年 他从汉文帝十四年从军 到他自杀这一年 一共是四十七年 他从军打了四十七年 将近半个世纪 最后因为紧急把他调走 让他迷失道路而自杀了 说李广死以后 李广在全军将士 无不落泪 而且百姓中间 无论是了解的 不了解的 听说李广自杀以后 都哭了 都流泪了 这就是在汉兄战争史上 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位将军 所以自古以来 人们都传着一句话 叫李广南风 李广南风这句话 出自初唐四节 王博的腾王阁序 腾王阁序写得非常有名 其中有一句 就叫做李广南风 所以人们都一直为李广 不能封侯感到非常惋惜 李广自杀了 他封侯的机会 随着他的自杀 也荡然不足 李广惨烈而悲壮的自信 让人们看到了 他内心极度的绝望和愤怒 叱咤江场一生的老将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下场 李广纵横江场几十年 他的骁勇善射 威震凶武各国 被凶武人誉为非将军 那么一位游勇军 敢打硬仗 敢打恶仗的非将军 为什么没有封侯 他难道不预备封侯的条件吗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李广从军的时候 是汉文帝十四年 他从军以后 就因为作为皇帝的侍从 和那个野兽格斗 表现得非常勇猛 汉文帝当时就有一个评价 说西户子不欲使 太可惜了 你生不逢时 假如你生活在高皇帝的时候 封个万户侯 何俗道赛 这是汉文帝对他的评价 这说明李广很有才 到了汉景帝时期 李广担任上古太守 在上古太守的任上 李广是天天给匈奴作战 天天打 打到最后 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官 叫典术国 这个官就是主管 中央政府和当时的 一些附属国的关系的一个官 这个官员叫公孙魂爷 这个公孙魂爷 就给汉景帝说了非常有名的八个字 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 自负其能 术欲搂战 孔王之 说李广的才气是没有人可比的 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才能 天天给匈奴打 早晚有一天要失守 汉景帝听说以后就把李广调开了 所以我们从文帝和景帝朝的表现来看 李广应当说是个有才干的人 我们下面具体看一看 李广到底有什么才 他这些才够不够一个封侯的一个条件 第一点的才能 就是李广自有神社之才 我们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水浒传 水浒传中间有一个神社手 叫小李广花蓉 那个花蓉就是个神社手 所以他的绰号叫小李广 可见李广在中国古代 就是神社手的代名词 史记的李将军列段 记载李广有射虎入石的一个故事 说李广看见草丛中间 一个老虎一箭射过去 那是个石头 结果他一箭 把那个箭头射到石头里面去了 当后来告诉他是一块石头 再让他射 他射不进去了 射虎入石啊 我们举一个战例 李广在上郡太守刃上 在上郡太守刃上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汉武帝派了一个 他很宠幸的一个宦官 来做监军 这个宦官有一天 带了几十个骑兵啊 外出 刚好遇见了三个匈奴人 所以这一个宦官呢 不知深险 他觉得我带了几十个人 你们只有三个人 他就下令和这三个人对设 没有想到这三个人 把这个宦官带的几十个汉军的骑从 全部杀死光 而且把这个宦官本人也给射伤了 这个宦官后来就逃回来了 逃回来以后向李广报告 李广一听就知道 这三个人一定是匈奴的射雕手 所以李广二话没说 带了一百个骑兵就追上去了 这三个匈奴人没有骑马 李广追得很快 追上去以后 李广让一百个骑兵两亿包抄 他亲自射箭 射死了两个 活捉了一个 一审问 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 抓住这个射雕手以后 李广就准备回来 就在这个关口 突然前面冒出来了几千匈奴骑兵 而李广就只带了一百个骑从 在这么个紧急关口 李广手下的人全吓蒙了 一百对数千 这些人都想逃 李广说我们这一百个人要是逃的话 后面追着射 我们就整一个火把子 我们这个地方离大军的军营有几十里地 逃不到军营全被人家杀光 不能逃 他就下令不但不逃要迎上去 迎上去走到那数千匈奴骑兵 二里地的地方下马 不走了 而且让士兵把那个马肝子要卸下来 这一下子士兵都不干了 士兵都吓死了 一个个面如土色 就给李广说 万一对方冲过来 我们连马肝子 往上举马肝子的功夫都没有 李广说卸下来 这个时候双方对峙中 因为对方看见汉军就一百个人 迎了上来 还把马肝子卸了 感到非常反常 所以就认为 这一百个人就是那个钓鱼的鱼儿 说不定周围有这个大量的伏兵 所以就双方对峙着 谁也不敢打 匈奴的有一个骑白马的将领出来 叫李广一箭给射死了 双方就这样一直对峙到晚上 这个到了晚上以后 这个夜色朦胧 风声呼啸 匈奴的几千骑兵 害怕汉军的埋伏 他们就撤离了 这李广也不敢走 待到天亮 带着一百个骑兵回来了 所以李广啊 他这个神社 这如果不是智勇 智勇双全加上神社 不可能的 这是李广的一个 一个方面的才能 李广还有一个方面很奇特的才能 就是他带兵简易之才能 就李广带兵给别人不一样 你比如说 他的士兵行进的时候 其他的军队都是排成那个建制啊 就按我们现在说 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 李广的军队走起来是一窝蜂啊 部队没有建制 大家随便走 然后到了休息的地方以后呢 也不按建制休息 谁想给谁在一块就 就在一块 而且晚上 他的部队是不打羹 不站岗 不巡逻 而且他大帐中间 也没有那么多文书 所以李广这个带兵的方法 和中国古代 古今中外 所有的将领带兵都不一样 他带兵特别简单 这种带兵之法 我有一个说法 这叫才将带兵 有才的将领 他不是那种常规将领的带兵之法 而且李广就带这样的兵 别人都带不了 他能带得住 李广手下的兵士 跟着李广打仗 有一个很好的条件 就是说 不需要很严格的组织 所以士兵平时很轻松 打起仗来的话 遇到紧急情况 愿意为李广出力 所以李广应当说 是一个很有才的将领 无论是李广的骁勇 还是他的善设 李广的军事才能 都看成一领 但是奇怪的是 这样一位有才能的将领 为什么没有封侯呢 李广曾先后几次率精兵 参加反击凶武的作战 应该说杀敌立功 禁绝封侯的机遇很多 那么为什么李广 还是没有封侯呢 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封侯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们谈一谈 李广的两次封侯的机遇 李广有两次封侯的机遇 第一次是汉井地时期 平定无处七国之乱 李广参战了 当时他是太尉周亚夫手下的一个将军 而且他夺了对方的军旗 我们知道在古代作战的时候 夺得对方的军旗是立了大功的 夺得军旗是可以立功 受赏的 但是这一次 李广接受了 这个汉井地的弟弟 梁孝王刘武的将军旗 这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汉井地和他弟弟梁孝王之间是有矛盾的 实际上汉井地对他弟弟戒备森严 而李广这次刚好是犯了大忌 他接受了梁孝王的将军印 他作为中央政府的将军 接受了地方诸侯王的将军印 惹得汉井地非常不满 回来以后汉井地就没有上他 这是第一次机遇 错过了 这次机遇当然李广有责任 李广的责任就是 看来就是他不懂得 这个汉井地和他弟弟之间 这种矛盾的这种关系 接受了梁王的封赏 第二次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摩北之战 袁寿四年的摩北之战 他本来是前将军 是先锋官 他有可能在和禅玉 结束的时候立功受奖 但这一次他又错过了 而这一次的错过 魏清把李广调走 实际上并不是魏清的主张 把李广调走是汉武帝的主意 汉武帝在这次出征的时候 原来没有打算让李广去 李广这次主动请英 要求出战的 因为这时候李广年龄已经六十多岁了 汉武帝之所以这次不让他去 主要有这么三个人 第一年龄比较大 再一个汉武帝认为李广这个人 树鸡 所谓树鸡 树就是命树 鸡呢就是不是一个偶树 树鸡就是命不好 因为李广这个人命不好 所以不想让他去 李广是坚决要求去 这个坚决要求又犯了一个忌讳 因为在这个封建专制体制之下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上面决定的 上面可以给 下面不可以要 李广要 其实又犯了忌讳 汉武帝这次表面上说让他作为前将军 实际上已经告诫魏清 一旦遇到匈奴的禅遇 要把他调走 不能让他作为前将军 实际上魏清是 接受了汉武帝的指示 但是这个事情 李广本身并不知道 魏清把李广调走以后 任命了他的亲信 龚松敖 这个事情李广知道 而魏清跟公孙敖之间的这种生死之交 李广是很清楚的 所以李广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 非常气愤 觉得这样的话 李广又一次失去了封侯的机会 那么这两次封侯机会的失去 应当说 李广南风的第一个原因 是汉景帝和汉武帝对李广的排斥和压抑 这是导致李广 终生未得封侯的重要原因 李广两次封侯的机会 都被他的小小疏漏给错过 但是在最后一次机会里 汉武帝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以说 汉武帝的干预 让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认为李广的命不好 这是他调害李广的借口 还是李广真的如此 李广魏德封侯有没有他命运的关系 古人老是认为 李广的魏德封侯是命运的关系 比如说唐代著名寻王威写诗 就说 说魏清不败犹天性 李广南封袁树姬 就说李广不封 没有封侯是因为他命运不好 是不是这个实际事情 汉武帝说的这个树姬 有没有道理 李广确实有过一些 这个不太好的记录 比如说龙城之战 他和魏清 龚松敖 龚松克 四个人一块出征 每个人一万人马 这个龚松敖是无功而返 龚松敖是损兵七千 李广是全军覆灭 被俘了 只有魏清是指导龙城 杀敌人数不多 但是立功了 这是李广的第一次 这个作战中间 一个不太好的记录 再一个是元硕六年 他跟着魏清出征 又一次没有立功 所以李广确实有一些 这个在战功的记录上 有一些不良记录 但这是不是他的命不好呢 是不是命运造成的呢 我觉得这里边 有命运的成分 还有更重要的是人为的因素 李广有一些人为的因素 就是他自己有一些 实当的地方 我觉得李广自身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他的丰厚 首先是适才而骄 李广是个很有才的人 但正因为他有才 所以李广在作战的时候 有时候表现得有一些骄傲 你比如我们前面讲过 汉景帝时期 他在边军太守任上 天天给匈奴打 天天打 后来还是那个公松魂邪 说了一番话 说李广才气天下无伤 自负其能数欲搂战 这样汉景帝把他掉开了 再一个呢 是李广有时候过于冒险 你比如我们前面讲那个 他带一百个骑兵 去追那个三个匈奴射雕手 那件事情上 固然说表现了李广的 智 勇 神社 但是反过来讲 你作为全军的统帅 发现了对方是三个射雕手 你有必要亲自去追吗 而且你不和军中其他人商量 你带着人就去追 后面的大部队 不知道自己的统帅跑到哪去 连接应都无法接应 这是你这么一套 把这个匈奴人给迷惑住了 你把人家忽悠了 万一你忽悠不了人家了 万一这几千匈奴骑兵 给你赌一把 他就用几千人和你的一百个人 打你一下 你怎么办 万一对方识破了你的这个计谋 你怎么办 那么李广可就惨了 那就是再一次被俘的命运 在等待着他 所以这个过于冒险 对于一个统帅来说 是个致命伤 第三个影响他丰侯的不利因素 就是李广的适应能力 李广的名声是在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是汉文帝朝给汉景帝朝 李广已经是名将了 但是文帝朝给景帝朝打的是防御战 武帝朝打的是进攻战 汉武帝是发动了对匈奴的全面的进攻 汉文帝汉景帝朝是一个被动的防御 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 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个人觉得好像李广对这个转变 有一点不太适应 其实你看魏清 你看霍聚病 他们给匈奴作战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叫长途奔袭 运动见敌 就是在长途的奔跑之中 找一个机会消灭匈奴的军队 而这种打法 李广似乎不太适应 李广长期适应的是阵地战 防御战 而且从年龄上来说 当汉武帝决定发动这个进攻战的时候 李广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比起十八岁的霍聚病 比起二十多岁的魏清 李广这个年龄和他们相比 那个敢打 敢拼 敢闯 敢深入 这个敢自精神要相对的弱了一点 所以李广和魏清给霍聚病相比的话 他少了一点这么个冲劲 闯劲 所以李广在运动兼敌 长途奔袭的这种过程中间 李广表现的并不出色 其实李广表现出色的是 文帝朝给景帝朝的防御战 这也是影响李广封侯的重要因素 不管是时韵不济还是自身弱点 李广封侯的夙愿始终没有实现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他为什么要选择死 如果李广不选择死 说不定他后来还有封侯的机会 西汉时期的法律规定 打败仗的人是可以拿钱来赎命的 那么李广为什么不选择这一条路 那么李广在戊齐以后 其实面临两种选择 和他一块戊齐的 还有一个右将军赵一吉 那个赵一吉选择的是什么呢 赵一吉选择的是拿钱赎罪 交了钱买了命费为熟人 那么李广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其实李广在前面也有 也有被敌人俯了以后 回来判为死罪 然后他交钱把自己能买回来了 为什么这一次元寿四年的 摩北决战 李广不再拿钱买命了 而选择了自杀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李广非常看重 他一生中间最后这一次摩北决战 因为这一仗打的时候 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 李广知道自己从军作战的机会不多了 他非常看重这一次战斗 而这次战斗是汉武帝不派他 他主动请英 要过来了一个前将军 所以他把他人生 一个目标 一个愿望 也就是封侯的这个目标 给愿望 都压在了这一次 对凶作战之上 而刚好这一次得到的情报 刚好又是正面 知道了匈奴缠鱼的具体位置 所以李广把这个战斗看得非常重 他觉得这是自己实现人生目标的 唯一的机会 最后的机会 但是魏清把他调走了 魏清作为大将军 魏清的地位 魏清的威望 魏清的身份 魏清的战功 魏清的年龄 这都是李广无法相比的 如果李广不选择自杀 拿钱买了命 将来再跟随大将军出征 还会有机会吗 因为既李广看来 如果魏清这次能够携自己的私院 调开他 安排自己的亲信 那么今后还会这样做 所以李广自己因因感到 我就是拿钱买命 也没有价值了 所以李广最后选择死 是他绝望的一种表现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看到 李广的男儿血性 李广是一个有血性的好男儿 好男儿应当是有血性 战死疆场的 马格果实 这是李广的梦想 但是这样的梦想他无法实现 所以当魏清下令李广调到右将军这一路之后 李广按照礼节 他应当给魏清有一个告别 结果李广是愤愤而别 给魏清连招呼都不打 就到右将军不去了 这是很失礼的 李广是一个很率真的人 他不善于掩饰自己内心的愤怒 他觉得自己魏清是邪了私怨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不再顾忌上下机的关系 愤然离开 这个时候李广觉得自己 我宁可死 我也不能受辱 所以李广死的时候 他说了话 他说自己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不能面对那个刀笔小利 你找了一些小秘书 要录我的口供 怎么样迷失的道路 这个耻辱 李广是不能受的 李广在受辱和自杀之间 他宁可选择自杀 来保持自己的尊严 所以李广只能选择死亡 而不可能选择受辱 所以如果我们把李广这个人物和司马迁的身世来比较的话 李广这个人我们之所以今天读起李将军这个列传的话 还能够删染落泪 就是因为司马迁对李广这样的悲剧人物 请住了更多的感情 他不但是用历史的笔法写了这个人的一生 而且是用各种文学手法写了李广的很多译文 写了李广的性格 写了李广的才气 写了李广的命运 写了李广的不幸 写了李广的抗争 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 李将军列传才能够那么深深的打动我们 李广率真的个性让他没有选择屈辱的活 而是悲壮的死 李广的死引起了无数后人的同情 就连司马迁都给他单独列传 用相当多的笔墨和深情来描述李广的生平事迹 那么李广之死难道真的是他自身的弱点造成的吗 谁该为李广之死负责了呢 李广自杀以后 那么多人对他很同情 全军将士无不落泪 当时的老百姓知道了以后都哭了 而且我们从后来的中国古代的这个诗文记载来看 所有的人提到李广之死都是感到悲痛欲解 都非常同情李广 我们可以说是汉武帝和魏清两个人联手 杀死了李广 如果我们要追究李广之死的话 魏清是执行者 汉武帝是谋划者 魏清是表面上的人物 汉武帝是魏清身后的隐形杀手 是杀死了这位抗凶名将的主谋 在这一点上 汉武帝和魏清都有永远不能够洗刷的责任 我们读史记 读李广传 读魏清传 你们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李广无功 但是有圣誉 人们对李广赞扬了很多 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最后 那个太史公约中间写了非常有名的八个字 叫逃离不言 下字成熙 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 但是因为桃树李树的果实那么甜美 所以人们来踩折桃树李树 就踩出路来了 这叫桃离不言 下字成熙 可是我们读读魏将军列传 看不到这样的赞扬 魏清是有功而无欲 李广是无功而胜欲 尽管李广南风有李广自身的责任 但是人们从来不去追究李广的责任 对李广非常同情 为什么 本来这个李广南风是个事实 那么多文人探讨这个问题 大家只有同情的 很少有人指责的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两个人 这个近身的台阶不同 李广是航务出身的 从一个普通的士兵 一直做到将军 魏清是依靠着外戚的身份 做了将军 在这一点上 人们明显地同情李广这样的将军 还有李广作为一个将军来说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到官兵一致的将军 李将军列传中间记载这样的事情说 遇到没有水的地方 如果士兵们不喝足了水 李广绝不喝第一口水 遇到断粮的时候 士兵们不吃饱 李广绝不吃饭 他是一个能够和士族同甘共苦的将军 所以李广的官生非常好 这么一个将军 最后却被逼上了绝路 被汉武帝和魏清逼得最后自杀而死 所以人们同情李广 也是人之常情 汉武帝时期不单在军职上出现了像魏清 霍聚病李广这么多的名将 而且在汉武帝时期也出现了许多 在政治上治国很有名的人物 因此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武帝时期的一些治国的人才 请看下集 公孙丞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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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